說謊造謠不得好死 可悲 想學陳時中往上爬 這幾天小草們各種惡毒話語 不斷湧入台大婦產科醫師 施錦中的臉書私訊 甚至有人還在他的台大車位放置垃圾 施錦中直言歷史寫清楚 你們可以停止了 不量一遍也好 到底這個打疫苗 會產生這種新肌炎的危險度多少 施錦中臉書還原 三年前篩BNT後遺症始末 直言柯文哲搶著收割 施錦中強調 首批BNT疫苗施打後 出現零星心肌炎 詹那學者想為政府解套 當時台大王教授聯絡柯文哲 尋求協助和經費 柯P劈頭就說 那是你們自己要做的研究 關我什麼事 施錦中指出柯P開始不支持 後來勉勵配合 沒想到開成果記者會時 主導計畫的教授站在後面 柯P一個字都沒提他們 研究上路後 跟吳玉瑾帶一批記者 到進行檢查的學校採訪拍照 讓眾人當場錯愕 民眾黨把自己宗教化 把柯文哲神主牌化 所以任何對於所謂的教主 神主的批評 都要被批判 所以他們到處出征 施錦中還原經過 換來小草出征 就連藍營議員也深受其害 有史會透露 調查進化城期間 包括辦公室 臉書和網路 都遭到騷擾出征霸凌 坦言一度想放棄召集人 但他清楚犯錯的不是自己 該逃避的也不該是他 有所謂議員 他都是有理有據的 不管是公文 不管是數字 然後跟數據等等 所以他並不是無地方使的 你們也可以提出相對應的 他說錯的證據 去反駁他 不是單純的 透過你的網軍側翼 或小草去動員 去網路上出征他 柯文哲因為金花神案 羈押禁見 近代司法調查 小草們無法冷靜看待 只怕衍生更多政治風暴 三立新聞 綜合報導